你即使在饱和 在你这一个区块里面 你在你这个区块里面 你做到是Top 1 Top 2的话 饱和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会有任何关系啊 大家好,我是菲池北 我是吉娃娃 欢迎收看 菲池所思 吉娃娃很久不见了 没错 这次有来救火 我们今天的阿姨想知道 是跟洗衣加盟店每一节合作 我们先讲一下 你平常会去外面洗衣服吗? 会,因为我自己是住那种套房 所以套房其实是共用洗衣机 那你为什么不用共用洗衣机? 就是因为 共用洗衣机没办法烘嘛 可是台本常下雨 所以我几乎大概每 一两个礼拜 就会去洗衣店红衣服 主要是红衣服因为潮湿嘛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 洗被单啊 这种比较大的 就要去外面洗这样 我们家是自己有洗衣机 我们没有烘干机 而且我们为了烘干机这件事情 是成为我跟罗伯头吵架非常重要的一个 常常吵架的一个焦点这样子 因为他就坚持不要烘干机 但是因为我们家洗衣服是他 所以我也没有发言却 为什么? 我觉得我洗衣服最讨厌的就是凉衣服 因为我觉得凉衣服是一个非常冗长 又很枯燥的过程 我们这个会再讲下去 可能我们又要家庭革命 我们已经讲很久了 不过总而言之 我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烘干机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家只要洗大的被单什么的 也还是到外头去 因为不然的话 真的在台湾晒不干 真的晒不干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可是这个跟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其实差蛮多 我们在美国都是在外面洗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住公寓嘛 所以其实都是在我们这整个公寓的地下室 就会有几台洗衣机啊烘干机啊 然后大家都去那边投逼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蛮习惯在外面洗衣服的 跟回到台湾之后才发现 其实好像大家都大部分 每个人家里都有 对啊 几乎家里都有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来 可是我听说最近这个潮流在变了 就是到外面就是洗衣店去洗衣服这间 突然变成一个新的潮流 我们就想请这个美一节的执行长郑明星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现在这个新的潮流这样子 好 来几乎你先介绍一下这个郑明星的简历 好 那这个美一节的执行长郑明星 她英文名字叫Candy嘛 然后她其实蛮特别的是 她从大概24岁就是大学毕业的年纪 就开始投入创业 然后到现在可能已经接近30年 所以她一路以来其实开过 比如说像是补习班啊或咖啡店等等 那美一节大概是她从20年前开始的一门生意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无人商店很流行 她会觉得好像洗衣店是一个商机 那其实到现在美一节全台湾大概有500间店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是说 其实现在全台湾大概是有接近2300间 所以其实500间算是一个还蛮有规模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觉得她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规模 我一定是有她自己的一些诀窍啊或是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开洗衣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创业的方式嘛 就是比如说像去开个饮料店啦或是夹娃娃机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个斜杠的方式下去经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也蛮有趣的 这个创业模式其实也蛮有趣的 所以我想请她谈一谈 就是说这个要准备多少资金啦 然后获利情况怎么样啊 会有什么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Candy是怎么说的吧 来Candy来先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美一姐的警长Candy正明星你好 来Candy先跟我们谈一谈 当初最早的时候为什么会跨入这个行业 一开始哦 那大概20年前吧 对就是不想要做有人的生意啊 对就是以前做生意都是人啊 然后你就觉得蛮累的 而且我觉得未来在未来来讲 无人设备真的就是一个蛮有未来性的 所以说就那个时候就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就是你就是不要跟人打交道 所以就去做了一个这个自助洗衣 因为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不用跟人打交道 我觉得跟人打交道还好 但是这个人如果是员工有点累 对对要沟通 对对对 好了我们先谈谈这个自助洗衣的这个风潮好了 然后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说真的家里面有洗衣机 尤其是我们住公寓的时候 在纽约地方很小嘛 是 我们其实都是在公寓下面一个地下室 然后我们大家都去那边洗衣服的 是没有自己的洗衣机烘干机这样子 好那你可是我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蛮多人在家里面 在是有洗衣机或者是烘干机的 但是我听说这个潮流是不是在变了 要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因为现在很多的第一个现在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会觉得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 那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就不想要跟父母住 那就会出去外面租房子 那租房子的状况下来呢 因为你房子你说真的租一个套房很小 那跟别人共用洗衣机呢 有的时候有的人又会不愿意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到外面去洗 因为外面你就可以选择嘛 你如果说是在你自己公寓底下的 有可能它就是那台洗衣机房东提供给你的 那很脏很或者坏掉 那房东没有去做整理 那你也没办法 但是你拿去外面 这个东西可能你就可以去选啊 这间店比较干净啊 那间店的机器比较好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会拿到外面去洗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空气不太好啊 还有空气里面还有很多的什么塵蚊啊 塵蚊你就是要50度以上啦 烘干啊或者热水啦 下去你才能够去杀 不然你就会气管不好啊 过敏啊有的没的一搭的 所以说大家现在都会比 把自己的比如说被子啊 或者是什么衣服 尽量都拿到外面洗完了烘干 至少要烘个十分钟左右 让它把那个塵蚊消除掉 然后再拿回去 比较不容易过敏 然后现在的也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甚至呢 他们会觉得说 可能以前在我们的父母的那个时代 他可能 大概一年洗个两次被担就已经很多了 但是现在人不是 现在的人他就会 可能一个礼拜就洗一次 有可能是这样 那你洗完了要晒 你可能就要买两组床单 那这样子对一些外出族的人 他要搬家的时候很麻烦 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买一组 然后我就去洗 洗完烘就可以拿回来了 那我都不需要说还要再去预备 UV一组 那这样子其实生活上就会比较方便 所以说加上这种种几个情况加起来 所以现在才会造就了洗衣行业越来越行 那这个自助洗衣市场的这个加盟体制 这个都是加盟的嘛 所以跟我们一般常见的加盟店的模式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说像现在我们台湾来讲 最常的加盟就是像饮料店吧 就是到处大家都加盟 那其实饮料店来讲的话 你就是要吃它的品牌 那洗衣设备跟一般的加盟业主 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说 从早期开始就是没有加盟金这件事情 因为回过头来讲 就像我当初想要做洗衣店一样嘛 我们就是想说 啊机器买进来就好了 剩下的我反正就是投币啊 有什么问题 我再叫总公司来修理就好了 那后来呢 我慢慢因为做了越来越久啦 那店铺也越来越多 结果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开始我也是很简单啊 我就是想说 那我就自己开个时间啦 我的被动收入都有了 以后我退休的时候 没关系嘛 我就可以靠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维生 就像你去买房子 这种概念一样 就后来我就发现说 哇 这个行业水很深 为什么水很深 就是 因为这个员工 如果是人 他生病 他咳嗽 你做老板就说 啊那你请个病假 赶快去看医生啊 对 机器不一样啊 他生病咳嗽 你根本搞不清他怎么了 反正他就是不动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你原本卖你机器的人 好这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第一个有可能他里面没有什么技术很好的人找不到问题 他可能来十遍修不好 对然后呢他有可能说他一直叫你换东换一个换完了以后两天后又坏掉 然后再换一个哇那个修一个问题本来只是不动的搞了半天我搞了两三个月搞不好 然后再来甚至有可能他修不好了他就直接不接你电话 哦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就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烦啊 那我现在我手上有时间电 那这时间电 如果到时候通通找不到人修理 我怎么办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做事情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又没有办法直接联络到国外 那我要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直接想想说 那不然算了 我就自己人家做不了 我自己做 你自己下去修啊 我就自己下去 那不然我自己来进口 我自己自己下去请人 请师傅 然后你就可以跟原厂 我进口的话 我就可以跟原厂沟通嘛 那跟原厂沟通送我的师傅去学习啊 我懂你的意思 你意思就是说 一开始这么多机器进来 如果要修的时候 你不如雇一个真的很懂的师傅 对 专门就是修你的洗衣机 你的设备这样子 所以也不可能同时坏很多台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哪一天 这个location的坏掉了 就赶快这个师傅可以去 所以这个的确是比较经济的做法 对 还有我为了台湾的洗剂做得很烂 然后我自己又去成立一个洗剂工厂 因为我要做 不要有太多化学的东西 因为我希望说做出品牌精神 还有对环境友商很重要 因为你这个洗剂就是排到水沟里面去啊 所以说我就觉得 什么事情我就觉得 那你既然别人做不好 我就自己来 我也不怪环境 我们就自己来 所以加盟金就是因为这样来的 所以说你如果加盟之后 就会有这些服务这样子 我们是没有收加盟金 你们没有收加盟金这样 没有收加盟金 OKOK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收加盟金 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品牌 你就是一定要有做像加盟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说我不收加盟金 但是我做像加盟一样的事情 我懂了我懂了OK好 那好那通常加盟一家店给大家一个概念好了 如果说我真的要去做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好 我现在要开个洗衣店这样子 要准备多少钱 要两三百万 要两三百万 对对对对 那可以有几台机器 你大概差不多可以有十一台机器 十一台机器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 OK好 那那个获利的状况怎么样 获利哦 这个就比较难说 因为像我们这种店 它看的就是location 对 你的地点如果一开始 其实说真的一个地点 我们当然我们有经验 我们会去建议业主说 这个地点一般来讲 我们看起来是怎么样不错 那就可以放下去了 但是放下去以后 还是会有10%是我们没有办法预设的状态 可能 可能这边的邻居比较啰嗦啦 或者是你可能 业主自己本身在经营生意上 他的积极度如何 这个东西会去影响到 你在这个location能不能做得好 所以说有可能是 一个月可以赚个十万 也有可能我的业主 一个月就是三四十万 对对 这个是不一定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算 但是呢 以我们家的设备的耗能来讲的话 耗能什么是耗能呢 就是瓦斯啊水啊电啊 加起来11% 嗯 所以说等于你跟客人收100块 你大概就是要付出11块 然后再加上你的房租 OK 就这样子而已 剩下就是到你自己的口袋 嗯 对对对 好像还不错啊 对 基本上是不错的 对啦 因为没有人工 对对对对对 然后没有人工嘛 对对对对 那你那好啦 那我们讲这个 所以一涨电价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 这个利润马上变 会影响很大 会吗 这个东西哦 像我们以前最早 我们卖是美国机啦 那美国机的话 以我的经验来讲 它的电价如果涨 不要讲电价涨 以前的电价就好了 它的那个耗能很高 OK 其实我们就讲 我们美国人 大 什么都大 对我们真的 神电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的专场 是是是是 所以我后来才会转向 去卖欧洲的机器 因为我觉得欧洲 他们基本上 他们那个逻辑 因为他们是一个 很缺能源的地方 他们所有东西的逻辑 都是省 就是省电啊 绿化啊 今天要开一个自助手机店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刚刚有讲嘛 就是location OK 所以location一定要很慎选 这是最大的风险 这是最大的风险 再下来就是设备商 不是像我刚刚在讲嘛 我们一开始 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一行 我自己在做业主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多啊 比如人不见 修不好啦 零件没有啦 甚至有等个零件要半年的 哇那个 设备商本身不储存零件 你现在东西坏掉 然后他才开始叫 叫然后你从国外回来 回到你的手上 然后整个这样到你的手上 哇不得了 那可能就是很贵很贵 然后再来又等很久很久 所以说我觉得设备商是 见不见全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就是会有自己的师傅 所以你就会做一些库存这样子 尽量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子 是是是 OK好 很多网友会问哦 就是说好 那现在我去开一个加盟洗衣店好了 那跟什么饮料店啊 或夹娃娃机店啊 有什么不一样 那有没有什么人格特质特别需要 嗯 这样讲好了啦 嗯 呃开饮料店跟夹娃娃机店 这是属于不同的人格特质 我们今天讲夹娃娃机店 他的客人 哦 比较复杂 对 呃再来就是说 他常常需要你去学习 呃如何去拔 因为我为了要理解夹娃娃机店 我自己也去租一个人家的机台 然后去看 哦我觉得那不简单耶 因为我还一直不停的 看一下有客人弄倒了以后 我就要再去把他排这样子 让他好夹又不好夹 哦那我就会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好无聊哦 而且好难哦 哦不太喜欢这个行业 所以说 你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比较OK 好那 饮料店呢 他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 因为饮料店他不外乎要人 你说 说真的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做一个 呃机器人手臂啊 然后去那边泡饮料 结果他还是要有人在旁边 好那所以说还是要有人 然后再来要有外送 像以前没有Uber啊 没有没有Foodpanda的时候 他要自己外送 好那现在有Uber 有Foodpanda的时候 他就要变成这个东西 他有单一进来 你要马上 所以说人手是很重要的 那你一般来讲 饮料店他们需要排班 好那 呃年轻人工作呢 他会觉得就像我刚刚 有在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呃你基本上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希望有未来性 他会觉得饮料店就是这样而已 他可能他的流动性又会比较高 那你流动性比较高的时候 你老板都得跳下去 因为你不可以说 不好意思我现在休息 那你的客人就会跑掉啊 那所以说老板自己都要下去 好然后再来他做的又是食品 所以说你的一个库存的量 你要抓得很准 他一定会有坏掉的 哦倒掉的一定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你要去去注意的东西 所以说我常常在跟人家讲 你饮料店一投下去 你好像似乎连退场机制都很难 这个是一个问题 好那 呃我们自助洗衣店 他的呃 好他就是入门款的 入门的门槛的一个资金面感觉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他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刚刚也有提到嘛 我们99%都斜钢 所以说证明就是说 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做这个行业 其实基本上 就包括说你是一个很 不善于与人沟通 你也可以做这个行业 因为你不需要跟人讲话 对 你就可以透过Lite Act啊 或者怎么样 你可能连接电话的时候 也不需要讲太多话 即使说你是一个 非常木讷的人 你也可以做这个行业 然后再来你不用去担心 人事的问题 因为 这最大的人事就是老板自己嘛 除非你今天你开了三间 四间五间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帮你打扫啦 或者是什么 因为你自己做不完 你才会需要人事 不然你如果开个一间两间 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下班了以后 去打扫一下就好了 那你甚至可以每天都去摸一摸你的 你的机器啊 然后收一收钱啊 开心一下 那这个都是你自己去自由的去 去调配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说基本上在人事方面还有在时间的限制方面 它的入门是比较低的 没有很大的入门坎 那比较高的就是资金年 但是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我们考量了这个 所以说我们也有配合银行的贷款 所以说基本上我把这个入门坎又降低了 之前有听说游席店气暴这个问题 所以安全性问题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呃气暴 在台湾其实基本上有气暴的还蛮多件的 蛮多件 蛮多件的哦 那我们每一节从一开始到现在500多件 有报过一间 那我们一开始有请他要做瓦斯侦测设备 结果他爆炸的时候 我们的员工才告诉我说 呃那一间店实际上在一年前 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瓦斯侦测设备了 那我就说 啊你们怎么没有去通知 然后因为我不是客服 所以我自己不晓得 就我们的客服就说有提醒过业主 但是业主的意思 我们的师傅也到现场跟他讲 哎啊你这个都不会叫呢 他说没关系啦 反正我很近啦 有发生什么问题 我就马上到就好 我们师傅也讲了 劝了也没有用 所以说基本上他的那个瓦斯侦测的设备 其实是没有的 OK 对关掉 那所以说当初他一个瓦斯一漏气的时候 不会嗶嗶叫 老板也不知道 就这样子一直慢慢漏气漏气漏气 漏气到了一个状况上才会产生爆炸 那你这个东西就是 后来呢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不停的去提醒我们所有的业主 就是你时间到了 你要做安全设备检查 你要什么 然后再来你 如果你是桶装瓦斯 人家来换瓦斯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个监视 你如果没办法到现场 你要监视器看着他 换的动作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他换完的时候 你晚上你有空 你一定要来看 甚至你人要到现场监管 如果他的动作不对 你就要赶快跟瓦斯行老板反应 因为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因为基本上你 我刚刚还是回到原本的一个东西 赚钱是很重要没有错 但是安全性更重要啊 你没有办法去一个万一啦 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 好来讲一下AI怎么样 跟这个洗链结合这件事情 我们在前两年一直在努力IoT的事情 IoT就是一个你在后端可以连线 那这个是属于后端的 就是说我现在机器在现场发生的问题 我这里就收到了 业主可能什么事都不知道 可能客人也是衣服丢了就走 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这里就收到了讯息说 这个机器现在跳了哪一个故障 那我就可以从后台去启动它 但是这个是后端 后来呢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只有后端 那我们前端呢 我们前端可不可以让人工 也可以变少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业主 很多的问题就是 他常常要去回答客户问题 那从一个完全不太理解 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客户 99%是斜尬 他可能他在上班 那在上班他又要回讯息 因为这是他的生意 然后有很多又是属于高科技产业里面的人 他根本就是一进去 手机是拿开的 他没有办法回复 那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后来我就在想说 我如果可以把AI 跟我们的系统做串联 客人有什么问题 他就直接问 然后就会有一个AI的 现在有很 就AI会开始回答 然后就会跟他开始讲话 甚至你可以问他说 我帅吗 对他就跟他聊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功能 那他可以在业界让我们的业主超越其他的业主 其实我做这个行业 我很大的目标就是说 同理心 因为很多事情我会回归到初心 如果我曾经是一个业主 那我总希望我的洗衣店开下去 这个location我选定了 但是可能我选的很好 旁边就开一堆 那我要怎么赢他们 那就要很强的后盾 因为我自己如果只是一个业主 我也没办法做什么 我只是最多能够保持干净 其他我也做不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后端的一个设备商就很重要了 所以说那我就是随时我都在想说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协助业主 可以把他的服务做到在那一个地区里面是最强的 所以说我们AI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串联 你的想象里面 就是你这个AI可以做到什么 我真的希望AI有一天 它可以让我们去知道一些我们没办法发现的事情 像是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了非常多 比如在我的技术工业面的部分 我输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我的工程师已经想破脑袋 也想不太出来 说不定AI可以帮我们解决 因为他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学习 对那这一点是我的一个一想听开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你现在说在全台湾有多少家 500 500家了 对不对 那你接下来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希望它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希望它发展成什么样子 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我们现阶段大部分都在培养的是经销 对对 以前我们是B2B的业主 对那我们现在很大的重点在培养经销 因为我希望说我底下的团队包括说经销可以越来越强 那至于它会去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在我总公司需要做的一个责任 就是把我们的科技能够更强 那在业界里面能够更强 别人做得到我们都要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尽量的去做到 这是我的一个愿景 给这一些下面的业主 包括是这些经销能够有更强的一个后盾 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发展国外市场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发展国外市场 说真的真的有一个非常的 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 就是我想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台湾 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现在在国外 很著名的就是制造业 比如说晶片啊什么这样 那我们这个比较属于服务业 那我觉得服务业也是可以 让人家看到台湾人的一个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我常说我们台湾人 我们就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 长出来的那个很坚毅的那种花朵 是是是 对对对 对我们一直在夹缝中生存 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台湾人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有很多隐形冠军 那我很希望我们美姐可以做一个另类的隐形冠军 就是说她可以在服务业啊 在这个行业里面也可以做一个很不一样 这个是个好主意啊 因为就是说让 就大家以后比如说想到 比如说连锁洗衣店的时候 会想到台湾的 连锁的这个加盟的洗衣店 下面一节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说哦我知道 然后因为比如他们就是 一进来我就觉得她很亲切 或者是说她服务非常的快速 我觉得就是 我的确是觉得是可以做一个 就是台湾风格的 一个这个连锁店 很多人在问说 现在洗衣店是不是已经很多很饱和了 那如果现在想要进场的话 应该要怎么办 饱和这件事情哦 我在十年前 就已经听到大家都在讲饱和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我还是回过头 源头啦 还是回过源头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 非常饱和一个红海的一个状态下 能够胜出 就是你的服务 对 一个地区假设她只能容忍两间 客人她会去选择嘛 她会去选择最好的设备 她会去选择最好的服务 她到店里面发生问题 无人了 连络不到人 她以后就不会来 所以说你即使在饱和 在你这一个区块里面 你在你这个区块里面 你做到是Top 1 Top 2的话 饱和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会有任何关系啊 现在员工多少人 你自己雇的多少员工 20个左右 20个左右这样子 对对对对 20个左右 你的员工都多大年纪 我可以知道吗 都像刚才看到那种 20几岁 20几岁嘛 对对对 最大年纪大概30吧 OK 对对对 你觉得跟他们相处 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什么窍门 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老板 其实很想要知道这个 就是说因为他跟年轻人 年轻的伙伴 他觉得他需要 可是他又觉得跟他们有代沟 所以你自己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窍门 我举个例子 最近不是黄仁勋旋风吗 你看黄仁勋的一个特质 他会在吃路边摊 这么一个非常那个的吃路边摊 然后他可以在路边跟一些网红就在那边唱歌 那其实重点是玩在一起 对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蹲得比他们还低 这是一个重点 我觉得很多的老板他们习惯做一件事情 要说我现在跟你说的你听我的就没错 我吃的眼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走的桥比你的路还多 这个不管是 我们在讲 其实一个公司的大家长就是老板 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就是父母 如果说父母跟老板 他们都永远用这样的态度 其实现在年轻人 他们独立思考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我常常会 比如说我们家在开会的时候 我常常会 有的时候我只要一开口 我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我在开口前我会听他们讲 先让他讲嘛 对不对 他讲完了以后你问嘛 其实有很多surprise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让我有很多的surprise 其实我常常会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真的未来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讲出来的话 我说我不用去读书啊 我就听他们讲话就好了 而且他们会常常说 Kendy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现在网路上什么什么的 我说这真的还假 我的角色不会是直接说两句话 你说这一定是假的吧 或者换一句话说 这到底会不会是假的啊 这个给他们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一下子就跟他讲说这假的 然后他们就 你说假的就算了 他们就飘走了 对 但是你会说这会不会是假的啊 他们会觉得说 你在问我 好那我查给你看 那查了以后你再来 你就会跟他讲说 哇你好厉害哦 自己查得到 那么快 这么棒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鼓励他们 只是年轻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可能 我们看的事情比较多 那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 我们在鼓励他 他有的时候鼓励过头了 他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是谁 而就会去做出一些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他可能是跟同事之间啊 或者是跟厂商或者跟客户 他的回复上 会有一点点去得罪到 那这个时候我常常都会跳出来 我先道歉 对因为 你要扛 对扛 要有肩膀 这个事 对对对 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够把他们推出去 都他们的事情 不能就是 不好意思我没教好自己的小孩 嗯 就是这样 那讲完了以后呢 再来我们在 最后我们先把危机处理掉 处理完了以后 甚至有的时候 我有的客户 像上次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美编 就是一个没有注意到 他没有注意到 然后就 客户已经再三强调 结果他还是漏掉了 这时候客户就直接密我 然后就把那个截图给我 我就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啊 没关系 这个东西 我送你 我就直接这样讲 我为我的 那个不注意道歉 啊他就马上闭嘴了 闭嘴了以后呢 我的员工就跑过来这样子 好像眼眶红红的说 Kin姐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错 我赔 嗯 我就想说好了 我现在在生气 不要再跟我讲话 你很快回去工作 但是我等到 事情过了以后 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看 你要知道 你在对外的时候 对内你可以做很多的 比如跟员工吵架 跟同事吵架 都没关系 说错话也没关系 但是你想一对外 不容许你有一丝错误 那重点是 我们把这个教训收起来 其实我常会讲啊 一个员工 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怕他犯错 我在等他犯错 对 因为他犯错 我才会告诉他 下次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嗯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老板的心态 可以这样 我相信他的员工 也会有很大的相信力 嗯 尤其像现在都是 八十几年次的小孩子出来了 我就发现观察他们 跟七十几年次有点不太一样 七十几年次的小孩子 他们会希望说 呃被看中啊 被什么 八十几年次的小孩子呢 他有时候不见的是钱的问题 他有的时候是一个 有没有认同感 然后呢 你有没有支持我 还有我在这里 有没有未来性 这个是 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我都说 我不能停下来啊 因为我要做未来性给他们看 因为你一停下来 你没有未来性 他们会觉得 这里发展好像就这样而已 那我就想要再找一个 学习的地方 会这样 我很少碰到像你这样 就是我们想法很接近的 我是说真的 因为你刚才讲 就是说员工犯错这件事情 我员工常常跟我讲 就是诶范姐 你知道我在 我们发现哦 你在我们犯大错的时候 对我们特别好 就是说小错的时候 我会骂这样 他说反而是 犯大错的时候 对我们特别好 我说因为 我觉得你犯大错的时候 你已经慌了 对 我现在在骂你的时候 你不是更慌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 我就是老板 就是要跳进来 要帮忙解决 赶快把这事情 解决掉才对 对对 危机解决掉 然后再说嘛 所以可是 我必须要说 我在台湾访问很多 老板们 你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是真的 是这样执行的人 就是真的是这样执行 而且我常常会这样 就像您刚刚问我说 你有什么愿景 有什么期望 其实我的愿景跟期望 就围绕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不是说 不是说我想要把我的企业 做多大 而是 我要让这些年轻人 能够做多大 对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然后工作 我也常常跟这些年轻人在讲 工作都没有开心的啦 包括我自己在工作 做也都不开心啊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没有永远开心的时候 因为都不开心是做不下去的啦 就是说不可能永远开心 就是总有挫折的时候 应该这样讲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我常会跟他们讲 他们那种 有的人的那种 对挫折的抗压性 比较差一点 那这些东西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不会都开心啊 但是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看连续剧的时候 你觉得一直都是喜剧 你会腻啊 对不对 有悲有喜 这个比较能够引人入胜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比较care的不是玩 是学习 那我觉得年轻人啊 因为你的光阴就是 就是黄金的时间就在这里 那你如果说你可以 在这里 你可以创造一个环境 让他们觉得说 我在这里我想学什么 我的老板都支持我 他们就不需要说 我在这里好像已经到顶了 那我要再另外找一个公司 像我们家的技师 常常人家会问我说 技师 常常有的老板会觉得 技师就是应该要去学 跟技术有关的东西 我说为什么 今天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就能学什么 我有个技师很厉害 我们原厂是西班牙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很生气 我跟他讲半天 用打那个Google啊什么 以前就Google翻译 他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说那很简单啊 你要不要学西班牙文 帮我送你学网路的学习的 我付钱你去学 学完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讲 然后你们就会拉近距离 他可能就会愿意接受你 这是一种另外的一个沟通方式 他说真的有效吗 我说你试试看啰 什么事情没有事 怎么会小的 他就学 学了以后他就是 他就被我派到原厂 然后在原厂里面 叫他们做了很多的革新 包括机器啦 你那个也会有噪音 在你那里不会共振 但是在台湾会共振 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正 他用西班牙文 虽然不是很溜 但是就是单字啊 这样讲 那他们就会愿意说 哇你为了想要来跟我沟通 你还去学西班牙文 那他们就会觉得 那我应该要注意你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给年轻人 很棒的一个方面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Ca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自己都学到一些 很厉害 我觉得你的事业会发展得非常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听完Candy讲完以后 会不会有点心动 想要去开一家洗衣店 还好 因为如果我有三四百万 我可能会拿去当投期款 买房子这样子 OK 所以资金这个还是部位有点高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洗衣店 虽然说他觉得市场还是有机会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吃 比如说你真的开在哪里 跟比如说你的店要跟人家做出差异的话 其实也还是需要付出很多心力去经营 我觉得做生意都要付出心力的啦 可是我说实在 我听了以后我自己都蛮心动的 因为我觉得三四百万好像 对你还好啦 还可以 还可以 然后而且我就听起来真的是蛮简单的 就摆在那边 然后晚上去扫扫地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蛮适合我的 而且我其实他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最有趣其实是AI那一段 就是说我觉得AI这个东西就是 我就看到说AI给一个 这也算是中小企业主 给了他很大的想象空间 就是现在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我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 我这一点让我其实看到说 哇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又觉得他非常的 很努力在学习这个东西也非常有趣这样子 然后我必须要讲 其实在谈到就是他在做老板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的 就我们在做research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这 其实不知道这一点 可是我是跟他谈了之后 因为我常常听到台湾的年轻朋友们在抱怨 就台湾都是管老板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Kendy听起来像是个好老板 你觉得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是说 他其实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当过别人员工的经验 可是他就自己在这 比如说30年来去领悟出一套当老板的方法 而且好像还当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当的蛮好的 尤其他说比如说像是员工想学什么啊 他其实都会蛮支持的 然后还有包括他怎么跟年轻员工沟通 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而且他讲的那个很重要 他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就说 这个不行啦 然后说这个一定是假的啦 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说这会不会是假的啦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一点点这个口气的改变喔 说实在其实真的对于听的人来讲 差别是很大的 而且我觉得他对于就是民国八十几年生的这一个年轻人 跟七年级生跟八年级生的这个分辨啦 我觉得蛮厉害的耶 很精准耶 其实很精准 因为我们特别看世界才写过一条 就是Millennial 迁徙世代跟那个Z世代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他完全抓到那个精髓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大家常在抱怨都是冠老板嘛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有好老板的 OK 有有是有的 认真找一下 有的 而且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他说他以前想要开洗衣店 是因为他不喜欢跟人家互动嘛 然后但是他在谈说之后开了洗衣店才发现 其实需要跟人家沟通的地方也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就是他在做很多不管是比如说设备维护啊 或者是他自己还去开了一个洗衣的工厂 因为他觉得洗衣不干净等等 就我觉得他虽然不喜欢跟人家互动 但他其实很贴心 这个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蛮很有趣 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应该做什么都会 如果是这么多热情下去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成功的几率很高 好那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我们做这样的系列 大家感觉怎么样 就是找一些 比如说有自己创业经验的朋友进来聊一聊 这样子 大家看看觉得这个系列感觉如何 非常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要 订阅我的朋友 谢谢大家